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北京冬奥会俄奥委会代表团金牌得主,亲自颁授国家勋章。 作为冬奥会团体奥运冠军,瓦利耶娃不仅得到勋章,还获得了来自普京的生日祝福,牌面拉满,谢尔巴克娃则缺席了这场活动。 在北京冬奥会上,俄罗斯三娃用高超技艺,高超颜值,悲喜交加的跌宕起伏,圈粉无数,深受中国粉丝的喜爱。 其中,瓦利耶娃率先拿下团体奥运冠军,但因为兴奋戒事件备受折磨,没有领取金牌,随后在女单中背负巨大压力,崩溃落泪,只获得第四名。 谢尔巴克娃保持稳定发挥,充分展现出花滑的艺术之美,拿下冠军,挑战最高难度的特鲁索娃惜败,获得银牌。 莎莎因为不甘心而愤怒咆哮,当场哭成泪人。 俄罗斯三套娃既是队友,又是互相竞争的对手,三个女孩子在比完赛后有两个人崩溃,获得冠军的谢尔巴克娃也不敢庆祝,落落寡欢,令人心生无数怜惜。 如今,瓦利耶娃和特鲁索娃来到克里姆林宫,参加活动接受相关荣誉。 其中,普京给瓦利耶娃等金牌得主颁手勋章,并且送上鲜花。 瓦利耶娃很激动,公开致辞表达了感谢。 对瓦利耶娃大赞说,瓦利耶娃的天赋展示了花滑运动最复杂的元素,她身上极美丽、温柔、力量和柔韧性于一身,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运动员之一。 能过上这么有意义的生日,手捧鲜花的K宝做了感言,她说,我们很高兴你在百忙之中抽时间与我们见面。 我16岁生日这一天获得荣誉,对我是一种殊荣,感谢你们对体育的热爱,还有对运动员们的一路支持,这对我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个选手过生日,能得到元首的祝福和肯定,如K宝所说,这是一种殊荣,值得永远铭记的荣耀。 生日这天,K宝还收到队友教练的祝福,祝愿他生命里充满温暖、快乐、健康相伴,力量长存,永远是冰面上的最强者。 特鲁索瓦等获得奥运银牌,同派的运动员也接受了相关表彰,由俄副总理和总统助理负责颁发国家奖项。 稍显遗憾的是,冬奥女单金牌获得者谢尔巴科娃缺席了这场表彰大会,原因众说纷纭,并未可知,不过缺席的奥运冠军并非谢尔巴科娃艺人。 对于谢尔巴科娃,普京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连续三届冬奥会证明,俄罗斯在女子单人花样滑冰比赛中占据绝对领先的地位,其中手去一支的就是安娜·谢尔巴科娃。 近日,大火的本草高木加刘根红的热舞,风靡的不仅是国内,连俄罗斯都跳起来这个舞蹈,而北京冬奥会的花华冠军谢尔巴科娃则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晒出舞蹈, 而她选择的配乐恰恰就是本草高木,在那个动感的旋律中,谢尔巴科娃的跳神舞也是非常的火热,也希望俄罗斯三娃往后给我们带来更加精彩的表演和比赛。